其他網民叫他一路順風 更加有網民就肯插腳發音 網民真是厚賤 我喜歡厚賤 說他的樣子更像阿嬸 你不要說 有些阿嬸都很sexy 你也不知道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大家好 我是沙炭 這條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從TVB曾志偉加入後 在他的英明領導之下 他們是否要討好的老闆 他的風格跟以前過往的高層風格不一樣 怎樣影響到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要做些甚麼 穿甚麼衣服可以令到高層老闆 可以注意到自己的 為甚麼呢 原家敏作為一個成功的案例 他以前在東莊西網有露點 又看到Brother的 非常吸睛 然後他又可以跳出東莊西網去拍劇集 跟拉蝙哥有床上的演出 然後被禁國王貞看中阿嬸去拍三級電影 這樣一剝脫貧 不如說下最新的新聞 無線TVB的資訊節目東莊西網 日前播出一集講述 疫情之下食肆進入寒冬期 經營餃子店的鄭太想留住熟客 堅持開到深夜 其實非常好勤力 因為租已經交了 開得晚些 近乎居民可以買宵夜打包花幾吃 但網民將焦點轉移到採訪鄭太女主持梁青林 Katerina身上 當時身穿一件緊身的啡色毛毛上衣 都掌握不到她的身材 又好又好 盡顯她的玲瓏浮凸 另一件性感露堅的緊身上衣 也是十分薄人眼球 很多網民留言說她超級精 風頭甚至是蓋過鄭太本身 鄭太本身不是吸精 人家真的生意難做 不可以這樣比美 雖然現在疫症外面受云慘霧 所以我找一些新聞說說 輕輕鬆鬆鄧子豐 讓大家的時間好過 現年27歲的Katerina 自從2021年香港小姐競選20強之後 落選後加盟了TVB的東張西網 擔任女主持 外景負責 她是一名才女 以雙重一級榮譽 厲害女 很難的 世界排名50名的澳洲雪梨大學 即Sinney University 這間出名的 被封為學霸的講者 畢業後 遠遠以上做獸醫 但不但外表散鏡 其實我覺得她的樣子OK 美女 更加熱愛的動物 更好的 有愛心 這麼大堆 餵奶 應該那些動物不是吃這些奶 胸大 那些女人 比較突出 容易令人感到有愛心 去年11月 受訪表示正準備考 有北美洲的獸醫執業史 充滿目標 非常之厲害 翻查她的Instagram 相片 Katerina的素顏更加年輕 果然是青春無敵 會不會浪費了些 身材 特意穿得這麼性感 性感這件事 不是脫衣服才性感 看看你的師姐 當年的威水史 袁家敏在2009年的時候 是香港小姐出身 那年的講者之中 也不太知名 冠軍有劉善廷 叫最出名 亞軍李滋敏 還有貴軍洪詠詩 三甲不入的袁家敏 獲得最上鏡的小姐 相較當時其他的佳麗 她的名氣更遠勝過三甲 當年她只不過是五十步笑八步 因為她自己本身是屋邨長大 屋邨長大 屋邨長大沒什麼 但參選這個講者 其實也要少說家底 有什麼網絡 有些過往的講者 譬如說 我不開名 你看看我以前的片段 我講過 有些出身不太好 但她可能小時候出來抱 認識到有錢仔 這些是另外一些背景 但她當時沒有 她曾經去過陳可新的電影公司任職 做發行工作 當時她受到老闆娘 你卻賣不了老闆娘 當時是吳君如提名參加香港小姐 袁家敏選了港姐 本身以為可以出人頭地 但可能在家境太平凡 以前覺得靠知識改變命運 然後可以出國 可惜只是在外國 可能自己儲錢 做part time 做幾份工作 就儲錢到外國讀書 但在外國讀了一年 之後 2003年遇到沙士 她被迫回香港打工養家 都叫做好的乖女 後來選港姐更加想換出人頭地的方式 捷徑 然後袁家敏當時三甲不入 賽後仍然獲得TVB一子合約 能屈能伸的她不介意由低造起 最早由TVB出任東張西網外景記者 她和Catharina一樣起步 後來有機會參演TVB的劇集演出 剛才她所說的 她當時穿得很性感 緊身的衣服把自己的身形 凌龍浮凸 當時很厲害 我印象中記得 她類似飛釘還是老布拉帶 非常性感有人 雖然她的樣子掩著 很一般很平凡 但很身材 然後她有機會由東張西網跳去拍劇集 潛行追擊 和他飾演謝天華的情婦 由於她的嬌人身材一舉成名 成為了關注的對象 甚至被高登仔 連登等被封為女神 最重要是有噪音 她們在討論板上 流口水 讀L 然後 河明袁家敏 不是採讀L 我自己也是讀L 因為我經常躲在家裡 不好意思 我只是自嘲 然後 余家敏一心想出人頭地 只是靠TVB的工作 何時有機會上位 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藉著潛行追擊的名氣 她就離開了TVB 這個聰明女 她當時轉頭去哪間公司 洗米華的太陽娛樂 轉戰大銀幕 她當時少少名氣 少少人認識她 已經覺得她身材好 這些女生怎樣 通常有電影老闆 電影高層 從事電影工作 去她們出沒的地方 例如酒吧 平時去哪些酒吧 以前好像是 起起 Key Club 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自己不去 我問我身邊的同事 朋友喜歡採訪 我就算不採訪 就知道現在流行什麼 好了 如遠如常 離開了TVB 轉頭洗米華的太陽娛樂 可以拍電影 先後接拍了電影 《賭城風雲》 《攝城風雲3》 《詩城》 《殺破狼2》 《豪情3D》 全都是大片 據知她在2014年 當初接拍《豪情3D》 答應可以去到盡拍裸露戲 但去到場就反口 變得蜥肉如金 令到監製陳慶家和杜汶澤極為不滿 另外她離開禁國 全民接拍了TVB的電視 也有露點的演出 大家都看過了 不用說演技 只是說場上的表現 2015年1月她拍了三級電影《鴨王》 《露點》 終極曝光 如果在電視上 那些年輕人已經留意到她 可能有很多幻想 在廁所找到五姑娘的時候 找一部手機 你知道吧 在Google上 你會打個人的字 如果第一時間 彈出了J字 例如原家敏J 很多人去廁所找五姑娘的時候 就找她的照片 你自己知道 和五姑娘有個約會 那一種 真的去拍三角電影 一倒她 除三個風彩 不過其他網民叫她一路順風 路是哪個路呢 就是路點的路 一路順風 那更有網民 就肯插腳發 哈哈哈 好主婦 網民 網民真的很賤 不過I like it 我喜歡 很賤 哈哈哈 說她的樣子 更像阿嬸 你不要說 有些阿嬸 都很sexy 你都不知道 另外她拍《鴨王》 跟男主角賀浩文 有激情的演出 電影宣傳期間 她首次路點 作為這個桌頭 那個飄房 布折非常之好 首日上映 已經成為飄房奪冠 2017年的時候 她轉行做KOL 想回她以前 她就有感而發 她說一心發揮 表示如果遇到好的劇本 路點都可以 她說我的胸真的挺大的 她腰挺有的 視覺上更加突出 下一部最想拍的戲 就不介意拿路 很多法國影后 都有路點 大家不要有固定的思想 不要覺得路點就是不好 只要劇情需要 要她路點都可以 趁年生路 難道七六八十的時候才路嗎 簡直是一脫 一磨脫瓶的典範 她現在已經挺好的環境 其實我不歧視這些人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賺錢 但如果你去到電視台 入到電視圈的話 坐冷板椅坐到發霉 她自己想想辦法 我覺得她很聰明 這條影片到這裏 今晚十點半 我們直播見 幫我分享 訂閱和Like 謝謝 謝謝 不再讓你孤單 阿沙陪你 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